第四回答下列問題 求最大公英數最小公倍數 好12跟18 數目字比較小的我們就可以這樣子算 數目字比較小 如果說數目字很大我們就用指數率去算 623 它的最小公倍數要全部都出 所以它的最小公倍數6是36 24和36 24和36的最大公英數 6466 223 會等於12 好這題是12 再看第二小題 好吧 一樣是用短處法 你這裡有沒有看到25 25有3個25有5個 那麼所以它的最大公英數就是25 跟15的最小公倍數 25和15的最小公倍數 有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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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5有三个 好 这里第二小题是75